好的 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国画学院诗意山水课堂 我是向之 和同学们呢 已经算是老熟人了 是吧 每节课呢 咱们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学习的积极性能很高 其实呢 随着我们的课程啊 推进 大家无论是从笔墨上面 还是对山水理解上面 慢慢的都有所提高了 我们的诗意 诗意山水课程呢 是穿插在这个基础课程当中的 对于这个课程来讲呢 我认为是一支很好的这个调味剂 或者说是润滑油 我们的课程呢 是比较的放松 内容上呢 也是比较的多变有趣的 很多同学呢 在课程当中呢 老师也不要求大家固定的这个笔墨形式 从而呢 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 在这里呢 同学们啊 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在咱们的课程当中呢 尽量的跟直播 为什么呢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 一定要大胆的提出来 不要在老师这里不好意思问 其实呢 在咱们的这个课程上面啊 都是可以的 甚至说 有些同学啊 在绘画当中呢 有一些这个烦恼 还有一些牢骚 都可以和老师发一发啊 咱们都可以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啊 首先呢 依旧是咱们的课程导学 今天呢 老师呢 依旧会带领大家去积累一些诗词 我们啊 完成一幅作品 其实呢 紧跟课程的同学们会发现 我们前五节课 已经上了完整的上完五节课了 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题材 以至于说 不同的作画方式上面 完成了一幅幅 十一山水小作品 像最开始的啊 我们大家 从这个耳熟能详的唐诗当中 来提取画意 像这个李白的诗词当中啊 到后来呢 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描写 优美风景的词 浪漫词人张小祥 他的一个色彩 以及说后面的王安石 整首诗语围绕着绿字 我们也来描绘江南的风景 那么今天呢 老师呢 带领大家去接触另一个题材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大家一定要专心啊 专心跟课 好 今天的这个题材呢 也是我们啊 经常可以看到的 来 同学们看图 是垂调的题材 垂调的题材 像这种题材呢 无论是我们在文学创作当中 还是说我们的这个 绘画诗词当中呢 大家都是不陌生的 都是不陌生的 大家看到的这个 很多的山水作品啊 山水画 文人画 都画有很多的这个 一页篇周啊 上面有一个垂调的老者 这种沽江独调的 这样的场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山水画创作题材当中呢 会这么热衷于描写这个 钓鱼 或者说描写 鱼人 这样的 场景呢 我们为什么放弃 辛劳的农民 而不去 绘制啊 而反而把目光转移到 这个江边独调 还有这个鱼人 这个捉鱼捕鱼的 这个场景当中呢 同学们想象一下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这个 江太公钓鱼的故事啊 人人皆知 用了一个直钩 钩都没有进到水里头 在水面三尺的地方啊 在那里钓鱼 他钓的是什么呀 钓的是周温王 然而他成功了 成功了以后呢 引得啊 后方的这个文文啊 纷纷的文人啊 纷纷的效仿 是吧 很多的人用这个江边锤调 来怎么样 寄托这种 怀才不遇 工作 试图不顺的烦闷 孤寂的心情 像我们第一幅作品 同学们来看一下 第一幅作品 它描绘出来的 就是这种场景 如果说我们不经过 这节课的话 我们看到这三幅作品啊 好像都是描写的江边 描写的鱼人 捉鱼的这样的场景 但是其实听老师一说啊 这三部作品完全的不同 先来看一下第一幅 我们重点目光 放在这个钓鱼者身上 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穿着 是渔夫吗 这打扮 咱们说的能钓上鱼来吗 这个衣冠整齐啊 很明显的一个文人士大夫 一个当官的人 一个当官的人 他来到这个江边捶吊 他是一个什么心情 为什么这么多画家呢 愿意这样去描写呢 原因啊 他只是这个鱼人啊 这个 老者呢 他是来江边结见闷 或者说把自己比作江太公 来对仕途的理想作以寄托 想自己怀才不遇 或者说工作不顺 这样来引入锤鱼钓的一个情境 这是很多古代人来作画 引入这个 哎 鱼人钓鱼这样的场景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幅画 他描绘的这个情境啊 又是不同了 哎 出来钓鱼 怎么样啊 睡着了 躺在这个小舟上面 竟然啊 还把这个鱼竿 你们看一下 鱼竿插在这个船头上面 上面拴一个九葫芦 目的是什么呢 随着这个船呀 鱼竿来回晃哟 这九葫芦啊 在眼前 摇摇晃晃来解闷 这样的一个场景 来描绘出来 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的人啊 能钓到鱼吗 他不可能钓到鱼 其实呢 他不在乎啊 能否收获鱼 他更在乎这种 惬意的心情 很多文人画家 也描绘这样的场景 用来体现出 对这样惬意 无忧无虑生活的 一种向往 想象这位画中 鱼者一般啊 游乐快活 这也是很多爱钓鱼 哎 爱画这种题材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同学们了解这两点 我们再看到以后 在自己创作当中 在想画一个这个江边钓鱼 或者说是在看一幅画的时候 就不能要 不能单单的去看他 在画什么东西 去干什么事 而是要理解 画当中啊 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情景 那么第三幅作品呢 才是真真正正啊 对鱼人的一个描绘 怎么样 草帽 所以 古兽林寻 我们一般描绘 鱼人啊 都是没有胖的 没有那种 犹如华贵的那种感觉 都是这种 古兽林寻 皮肤幽黑的这种形象 这边 中间呢 有鱼竿 在撑着钓鱼 手中呢 还拉着这个网 在水中拉扯 那这种鱼人的形象呢 很多画家 也是非常的爱描绘 为什么呢 因为啊 鱼人和农夫 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农夫 为什么不去描写农夫呢 而去描写鱼人 他们中间是有不同的 因为啊 鱼人它更自由 象征着自由快活 更符合啊 人们所向往的生活 大家都知道 古时候的农民啊 一般的日子啊 都非常的苦 那时候粮食产量不高 每天还必须早出晚归 辛勤劳作 一朝呢 风雨 那么血本无归 本来就是贫苦的象征 所以大家不会去选择 那样的题材去描绘 而鱼人就不同了 今天打鱼 我们所说的 运气好 多上来了两条 那么呢 我就早点回去啊 换俩酒钱 怎么样 喝酒去了 那明天呢 明天的事情呢 那我明天再说 是吧 这也是很多画家啊 喜欢用这样的心情呢 来寄托自己理想的生活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 即使说我现在 每天呢 出入宫殿 优柔华贵 但是我还是像 像鱼人一样 有这样的追求 每天很自在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描绘 它一个形象 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一个原因 那么说了这个三幅画 这个画 鱼人题材的 这个三个利益 那我们给大家 再来出一个问题啊 出一个思考 就是为什么很多画家 愿意把鱼人和砍柴人 画在一起 这是什么原因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说 同学们可以 想象一下 想象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 其实啊 国画题材 研究起来呢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现在呢 可能还只停留在 对绘画理解啊 在表面技法心象上面 看带给我们 什么样的视觉享受 然而呢 其实啊 每一幅画流传至今呢 绝对不是因为它的笔墨 更重要的是 它的这种精神世界啊 和我们现代人的这种世界观 还有当代人产生了一些共鸣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啊 它都是从生活的道理当中而来 去描绘那样的一个场景 有一种寄托 有一种寄托 好 我们看完画了啊 看完画了 来看看诗中描写垂调的场景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老师这里呢 给大家列举了 三 三首诗 这三首诗呢 分别也都对立 刚才那三幅画 描绘的是那样的场景 它们中间啊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其实从这个 一眼看去啊 简单的读一遍 我们能从当中啊 读出三种不同的心境 不同的心情 心气也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第一首江雪 这首诗呢 大家都会背 孤舟 梭里翁 独吊 寒江雪 这两句诗一出呢 后面文人啊 纷纷对这个题材呢 热衷上面了 因为呢 柳宗言当时呢 他的一种情境呢 绝对不在 独吊 江边钓鱼 这样的一个小画面当中来 因为前两句 已经把我们的格局啊 拉开了 千山鸟飞绝 万经人宗灭 前面的巨市 开头这么的雄大 后面呢 绝对不会落在一个 小江独吊上面 而更多的是 描绘的是自己的心情 当时也是师徒不顺 来寄托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怀才不遇 使徒不顺的一个心情 这也是后代人 为什么纷纷效仿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都是这里这首诗所造成的 那么后面的这首诗呢 也非常有意思啊 他的句式呢 很有特点 一缩一粒一片粥 一丈私伦 一寸钩 一曲高歌 一尊九 一人独钓 一江秋 这首诗呢 也是快知人口啊 用词用句 非常的简单 不用老实翻译 大家读一遍 就知道 里面有什么内容 都是写的物件 没有一句 写的是钓鱼的心情 但是呢 却把这种 惬意悠闲的生活呢 还有 惬意悠闲的钓鱼场景呢 表现的淋淋尽致 用最简单的语言 描绘的最惬意的生活 尤其是最后一句啊 一人独钓 一江秋 非常的入画 证明了这个愚人啊 钓鱼之意呢 绝对不在于 而在这 一江秋色 一曲高歌 一杯美酒当中啊 这也是很多 画家诗人 去抓住这个点 进行去描绘的原因 那么后面的这首诗呢 就比较明显了 小儿吹钓 小儿呢 他钓鱼 他能有什么心思呢 无非就是想吃鱼 想要鱼啊 想玩 这钓鱼啊 新享受钓鱼的过程罢了 典型的钓鱼是 后面一句啊 路人 借问 摇招手 怕得鱼精 不应人 就是 怕问路的人啊 惊跑了自己眼前 所要钓的这个鱼 连忙的挥手示意 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把锤钓人的喜鱼之情呢 描绘的非常的深度 这些呢 我们啊 在 以后的绘画当中 肯定还会接触到 接触到 然而呢 里面的这些利益 还有这些 表达的方式 还有手法呢 是各有不同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要是 画一幅这个锤钓的 诗意小山水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啊 好 今天的案例呢 有所不同了 是吧 我们的技法呢 偏传统了 很多同学都看到了 技法偏传统了 目的呢 其实很明显 让同学们呢 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基础课当中 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来运用到我们的 诗意山水小话当中来 看一下我们这里啊 村擦的方式啊 非常的明显 这里啊 很明显的 这个披麻村 比较的简单 但是呢 里面有很多的知识点 你不一定能够掌握 还是跟着老师 再来回顾 还有学习一下 再来回顾学习一下 有些同学呢 在问了 老师 这幅画我们应的是 哪首诗呢 其实啊 这里老师 给大家吹个牛 我们这幅案例呢 把刚才的那个三首诗啊 都给印了 三种利益啊 都包含在中间 看有没有同学啊 能够解读出来 能够解读出来 好 我们准备好了的同学们啊 可以拿出咱们的笔墨 来 画一画 画一画啊 老师这里再调试一下设备 今天呢 我们所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呢 还都是江号毛笔 然后呢 纸张 尺寸呢 每节课都一样啊 还是褶石花青 加了一个泰青蓝 来点一下这个叶片啊 点一下这个叶片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吗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猪叫啊 今天也来了 好 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吗 看到了 这个静静的墨 静静的墨同学啊 静静的墨同学说 都生活在山水之间 是刚才老师提那个问题是吧 鱼人和砍柴人 为什么他们经常被画家画在一起 再想想啊 再想想 有那么一点意思了 但是还不对 还不对啊 不完全对 不完全对 好 我们来 好的啊 我们看一本测验 一本测验 不同的绘画风格 都有 都有 今天呢 我们再来收集一幅 这个传统一点的 传统一点的 来 好 虽然说技法我们都学过 但是呢 老师这里啊 还是不厌其烦的 给同学们再来唠叨两句啊 再来做一下这个技法解析 没什么好讲的 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山石的这个勾勒 还有村擦 可不能这么说啊 同学 小猪是老师的 也行 助教 这个教字用的好 教字用的好 就是来教醒同学们 不要睡着 不要睡着 来 老师的鼠像是猪 我的吃相是猪啊 吃相是猪 好 来 先来 取上一点墨汁 同学们 其实基础课当中呢 离这个披麻村啊 学习 已经很长时间了 为什么老师今天 把这节案例呢 安排到了我们的第六节课呢 目的呢 让同学在课程当中呢 再来回顾一下 时刻不忘我们的最基础 最基础的东西啊 后续呢 我们在基础课当中呢 可能就要开始学习一些 偏现代一点的技法 比如说水墨的啊 还有那种桂林的那种表现方式啊 但是呢 这种披麻村永远永远都是我们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山石的勾勒 山石的勾勒 我们要求什么呀 要求线条有这种提案的这种变化 现在有些同学在勾勒用线的时候呢 这种提案的变化已经是能够掌握出来了 掌握出来了 而且说变化呢 还比较的丰富 比较的自然 提案的变化指的是什么呢 很多点评老师啊 每次作品啊 可能都会给大家强调 就是指的线条的这种粗细浓淡的变化 我们用在山石上面呢 就是描绘出这个山石的轮廓线啊 这些提案的用笔 变化非常的丰富啊 包括这里有一些干湿浓淡的变化 还勾勒山石 在山石轮廓线勾勒完之后呢 我们在里面村擦 村擦呢 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披麻村 披麻村的用笔 同样的虚实浓淡变化 还有疏密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啊 大家都知道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用笔虚起实收 像我们这种 近景处的山石啊 用笔呢 虚起实收 兼顾一下 这里两笔有长短 然后呢 再兼顾疏密 来进行村残 这种山石环抱之势 就能凸显出来了 村的是什么呢 有些同学啊 可能山水啊 课程学习了这么多了 他不知道这个山石的村擦 村的是什么 村的是上面的这个浮土吗 还是上面的这个岩石表面的这种结构呢 其实都有 他既能表现结构 也能表现上面的纹理 同时呢 还能表现它的一个质感 沟壑在里面 这就是我们对山石的一个塑造 我们用一些这种枯笔 还有线条村擦的 能够描绘出这种山石的特征 让它看起来是一块石头 而不是说看起来是一棵树木 这就是我们在村擦山石上面的一个意义啊 可以看到 老师这里用披麻村擦完之后 用一些弹幕 又在山石的下方又擦一擦 这是表现什么呀 沟村擦点染 让我们的线条啊 不再赤单粒薄 看起来更加的厚重一些 前期呢 我们在基础课当中呢 可能要求同学们 把披麻村做得更好一点 但其实我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了 要把山石刻画的饱满一点 擦是必不可少了 擦完之后 一定要用这个弹幕擦一擦 但是擦的时候呢 不要太重 不要比披麻村的墨色还要重 这就是它的要点 其实呢 再也没有比它更复杂的了 只需要兼顾这一点 我们的山石 披麻村的山石 等等一系列山石啊 都可以塑造出来 好 我们这里呢 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拿出案例啊 没有 没有啊 我们现在才开始翻过来 来 拿出我们的纸张啊 拿出我们的纸张 纸张呢 依旧是这个 依旧是这个 33乘以45 我说没有准备的 赶紧去准备啊 赶紧去准备 好 我们来刻画 刻画的时候呢 像这幅作品啊 有很多的知识点 我们一会会在课程当中呢 给大家来慢慢的来说 首先呢 我们刻画 依旧是从前方往后面进行塑造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叠压关系 我们的国画呢 山水啊 颜色是很难覆盖的 尤其是这个花青色 还有褶石色 它是不容易覆盖的 所以说刻画的时候呢 我们先刻画前面的物体 它不像是油画 油画呢 我们有覆盖性 我们可以先画后面的 先画里面的 然后往上面再叠加 但是我们国画呢 要给避让开来 所以说先画前面的 然后往后面进行推 先从前面开始画 最前的这一块小山石画起 首先呢 这个点啊 老师提前已经找到了 依旧给大家点一个点 这个点呢 是我们的中线 然后我们测页啊 自带中线啊 大家都知道了 来 老师这里呢 用的是清风小号啊 清风小号 尖号毛笔 同学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1啊 咱们开始 好 来 先来给大家确定一下位置啊 确定一下位置 一会儿再给大家放大 进井处的这块小石头呢 特别的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也就是两三指的距离 但是呢 它是在中线的右侧 我们避开一点中线 来放大一些 放大一些啊 好 哎 调墨的时候呢 还是中末 还是中末 看一下同学们啊 对这种披麻村的到底 理解了没有 啊 理解了没有 通过咱们这一幅小话 给检验出来 还是有测页的同学们 用笔的话 稍微的干涩一些 用生轩的话 同学们纯用生轩的话 可以笔呢 自己把握一下水分啊 来 用笔 勾勒 用线啊 提案顿挫 一根线条交代出来 追求它的这种变化丰富且自然 且自然 说是我们用这种传统技法 但是呢已经不像是古人勾勒用线的时候了 大家可以 如果说 喜欢看古画的话 他们的用线 包括那种荷叶村啊 非常的细致 每根线条 几乎都是粗细均等了 笔墨发展到今天呢 它我们肯定要追求一些变化 看 这里勾勒完之后呢 我们把右边的这个轮廓线 同样的 强调出来 强调出来 中间呢可以不连 但是笔 断一连的感觉要体现出来啊 不连有什么好处呢 它有气口 它有气口可以探出去啊 如果说我们圈一个死死的一个黑的轮廓线呢 显得有一些太死了 来 我们在里面村擦 村擦的时候呢 披麻村坚固 虚起实收 有一根了 左边呢 再来一根短的啊 中间呢 穿插着一些 右边呢 继续啊 随着它的这种结构 有一些长短的用线 中间呢 袋一袋啊 袋一袋 一块小的石头 一会儿呢 用弹幕再擦一擦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披麻村的扇式 要随着它的这种结构 千万不要一根线是这样的 一根线是这样的啊 那么呢 看起来这个山石的结构呢 就不自然了 不自然 好 来 我们继续往后面勾勒啊 继续勾勒 这块石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个三指大小 右边呢 空出一指来 为我们的中线 上面这块山石呢 我们也是确定一下它的位置啊 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咱们可以画慢一点 画慢一点 来 这块石头呢 整体是比较的矮 比较的扁 我们在这块石头呢 上面去量纸拌 量纸拌 量纸拌的地方啊 来继续啊 墨色不要太淡啊 前面的几块山石的墨色 都是要稍重一些的 来勾勒它的用线 这里 用笔的话 可以像老师这样啊 变化比较的丰富一些 这里呢 前期的话 我们要求同学嘛 都是中锋用线 但是后面的同学们对笔墨 把持得更加熟练了一些了以后呢 可以稍带一些侧风 好 这是左边的一根轮廓线 我们把右边的一个轮廓线 也给它勾勒出来 但是呢 中间流出一纸多 一纸多啊 一纸多来画树 上面是有一棵栗树的 要把树根啊 我们给它流出来 一根用线 向来 好 继续可以往后面啊 再去找它的这种结构 中间呢 一会儿我们做皮麻村就可以了 来 随着它的这种结构刻画 虚起实收 进景处的山市呢 我们多数情况下都是虚起实收 来 这边也有 也有 也有 下面呢 可以给它连起来 连起来 这边呢 也同样啊 连一点 有一些长短的变化 这边呢 要求用一些淡墨 稍微淡一点的墨色 随着山市的结构 再来寸一寸 寸的时候呢 这一回就不像是我们第一节课 学画皮麻村那个案例一样了 我们学习老师的笔墨 跟着它一笔一换画 今天呢 我们要带着自己的思路 自己的思路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线条 这种要求它有浓淡的这种变化 一定要体现出来 同学们 要主观的进行控制了 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笔墨经验的积累了 所以说我们要理解它 然后再去刻画 来我们再用淡墨啊 现在笔尖上是比较大的墨色了 我们可以擦一擦 上面可以有一些丰富的层次 擦的时候呢 墨色不要太重啊 太重了 和我们之前村的这个层次就一致了 那我们村的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都可以再往里面加 没有层次呢 都可以往里面加 我相信同学们 再来回过头来画 像这种批妈村的作品的时候呢 肯定笔墨上 肯定由自己的理解了 自己的理解了 刚画出来的时候 那绝对是追求和老师的案例一模一样啊 一模一样 后面呢 这里啊 有一块屏 我们继续啊 继续可以再加上一块这种小石块 小石块 你的石头很单薄 是因为啊 它没有这种体积感 老师的体积感是怎么造成的啊 线条的这种枢密还有浓淡 擦的时候一定要比它淡 但是呢 擦的时候它是有规律可循的 我们还是要将 不能说平白又都擦了一遍 还是擦的时候要有这种枢密 要有枢密 有这种环抱之势啊 好 我们一会儿呢 后面还有石块 再来跟大家慢慢聊 那么画完这块石头呢 我们往上面画一棵树木 这棵小树呢 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双钩 双钩树木 我们在前五节课画的所有的树木啊 都是琢磨谷的形式 单钩呢 今天啊 我们画一个这种双钩的形式 双钩的形式 好 首先呢 它从这个石头啊 它上去之后 是先往右侧生长 然后呢 往左 先往左侧生长 往右侧出枝 对吧 并没有到我们的这个中线 我们先来确定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确定一下它的这个位置 好 这是它的这个右上的这个枝条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右上的这个枝条啊 从它开始起笔 往下面画 像我呢 还有很多老师啊 都是习惯从上而下 从上之下呢 刻画树木起来呢 更能够把握树木的态势 因为呢 从上而下 它的动感很强 从下而上呢 画着画着 有时候到上面越来越乏力 越来越乏力 来 其实呢 画起来 从下往上画 也都无所谓 但是你画着石头 稍微感觉的话 没有从上往下 更过眼 更过眼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离这个中线呢 高度的话 不到移植颜料管 这块呢 给同学们来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这是我们的终点 是吧 来 用线 勾勒啊 线条呢 树干的线条 提案顿挫 一样不能少 一根用线 沉稳 沉稳 不要让它 其头并尾 我们下面呢 可以稍微的 这样 错一些 小树往右侧 探的这个枝条 给它勾勒出来 再给同学们 稍放大一点 好 兼顾一下它这种粗细的变化 很多同学都能够理解 也是靠近掌数上的这点稍粗 上面稍息 但是呢 空笔空不好 多练习一下就行了 这块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不要像小时候画卡通话一样 直接往上就出枝了 我们这块呢 怎么样 画一个这个小钩 这个小钩是什么呢 一会儿啊 我画完这一笔 大家就理解了 它是右侧的这个枝条 右侧的枝条叠压住它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数分四起 也叫数分四支 四个方向都能够处置 这个呢 就在前面 它就在后面 好 我们 一个枝条 这样一画呢 可能更加的明显了 更加的明显了 同学们来勾一勾 勾一勾 画一画 水分不要太大 尤其是画这种线的时候 像我们勾了小船人物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 水分不要太大 因为我们这时候的行笔呢 因为不会特别的快 如果说水分太大的话 我们的笔立伤了 它就阴了 那么就是水分太大了 水分太大了 一定自己要能控制得住 继续往下面啊 枝干呢 进行延伸 可以看到老师这里的线条之间一定要有穿插 勾勒树干的轮廓线呢 有些东西啊 习惯把轮廓线呢 勾勒得特别平滑 诶 像是在画那种外轮廓一样 都给它框起来一根线 那么呢 你的小树啊 它就没有层次 继续往上面啊 出枝 把这种粗细的变化 小心的给它勾画 描绘出来 加入一些顿挫 树根的地方 稍微的粗爽一些啊 可以画上一些树根的这个结构 一个简单的单勾双勾小树啊 就刻画出来了 一会儿呢 用这个弹幕里面 可以再找一下树皮的质感 都可以 这个树根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要稳稳的扎在这个石头上面 同学们 千万不要上销出来的作品啊 它这个树 跟这个石头分离了 而且说根部呢 特别的没有力量 根部的提案是最重的 是最重的 树稍可以稍微小心一些 树根的地方呢 一定要是最重的 它的力量 笔墨你按实了之后 它自然而然能够给你 传递出来一种分量感 好 同学们勾完没有 上面小枝呢 不用花太多 不用花太多 长在这个树 长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小树 好 画完之后呢 我们啊 继续 它画完了 把它后面叠压出来的 这几个小石块 可以画一下 来 定一下这个位置 定一下这个位置 墨色呢 也不用特别的淡 不用特别的淡 整体轮廓线 如果说它淡下去了 和后面的这个层次 就凸显不出来了 还是要让它 稍微的这个浓重一些 先顾一下线条的提案 中间的这块山石 可以带有一点点的穿插 关系 继续往后面勾勒 继续往后面勾勒 披麻村 同样的 组刀出来 山石的底部呢 墨色呢 稍微的压上一压 但是呢 不要用一根线 给它勾勒 封死 千万不要封死 有一些重墨 在里面就行 这根线呢 墨色再强调一下 笔上存留一些淡墨 来擦一擦 立马就会显得厚重一点 好 这样的山石 它压着它 它又压着它 它们层层排队 排队 来 继续 同学们画完没有 画完没有 是不是感觉 感觉上节课 上节课的案例呢 比较的过瘾 这节课的案例呢 突然又回到传统了 同学们觉得 是不是有稍微有点枯燥啊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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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燥的同学 枯燥的同学 你来想一想 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 愚人 爱和砍柴的人说话 大事儿 继续 继续啊 我们这块还有一个破案 还有一个破案 给它把位置标下来 喜欢有背景音乐 这个更自信了 好 没画完的同学啊 给同学们一分钟时间啊 老师也是 想稍微再来上 那么一点背景音乐 好 好 来 继续啊 继续 我们需要把这棵树 这棵树呢 相对来讲 非常的重要啊 因为它是支撑着我们的画面 支撑着我们的画面 小猪匠 来给大家 来鼓舞器啊 鼓舞器 这棵树呢 它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呢 看江边 我们是不是要画一棵柳树 更加的硬景呢 并不是 因为我们画面啊 要有一棵树 顶天立地 支撑我们的画面 这棵树呢 它比较的靠中 比较的靠中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让它压在中线上面 那样就显得有些刻板了 稍微往它靠右一点 靠右一点 如果说没有它的话 我们的画面呢 显得有一些矮 画面呢 没有张力 有它的我们画面啊 更加的饱满了 对不对 来 我们来把这棵树木勾一下 有一棵树说 为什么不画石头呢 画石头也可以啊 我们这里呢 确定一下它的一个长短 再来画石头 我相信呢 要更加的这个容易一些啊 因为这棵树木比较的长 我们定一下这个根部 同学们也可以在纸上啊 稍微敲那么凉点 敲那么凉点 这个根部呢 距离这块石头啊 两指 松松的两指啊 松松的两指 上面呢 非常的高 高到什么地步呢 已经过中线 过中线 大概这个位置 过中线的这个位置 一支颜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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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勾勒啊 勾勒 再来练